王者荣耀近日来推出了不少皮肤,由于世界杯这个大型活动的缘故,天美更是签约了国际巨星美希,以它为原型出了一款裴形虎限定皮肤,随着玩家们对高质量皮肤的需求越来越大。 天美也是不断在进行更加认真的设计,其中机甲系列一项是玩家们极其喜欢的,所以官方也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。 据爆料,又有一个热门英雄,马上推出机甲皮肤,他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猴子,没错,就是那个曾经可以一打五的峡谷杀神。 虽然现在关于这款皮肤的消息很少,但是还是有小道消息说,这款皮肤属于荣耀典藏,价格合鲁般的太空皮肤以及明月的宣太后皮肤一样,大致需要上千块钱才能拿到。 在王者荣耀的游戏里,荣耀水晶是非常不容易获得的道具,即便是大量充实或者运气爆棚抽到了这个道具,估计也会去换五则天。 但是对于土豪们来说,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,毕竟不差钱所以荣耀水晶还是不难拿到的,所以说猴子的机甲皮肤可以说又是一款土豪专属,还记得之前鲁般的太空皮肤刚出的时候,就引起了大批克金玩家的浓厚兴趣。 如今更好看的皮肤出现在峡谷,那肯定又能让天美大赚一笔吧。 至于猴子这个英雄,虽然被削了一刀,但并不能说就此被打入谷底,还是有很高的可玩性的,再加上新皮肤的上市,一定能再次成为玩家们使用的焦点吧。